你知道什么是Z世代吗 什么时代 Z世代就是95年到09年之间出生的 所以你要做Z世代两会吗 对 两会上的Z世代 天还没亮呢 我这个出生于1995年的时政记者 就是一名Z世代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7点钟 我们已经到人民大会堂门口了 看我们同事正在这儿减快训 对啊 马上要开幕了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今天呢在现场我想找三位我的同龄人 我们都生于 毕业教育 不过我们的职业各不相同 我是一名排球运动员 我给你插的得有 什么的不值一图 你是至少还能出生在一个画面里 最开始我就是这个李瓦匠啊 拿了这个第43届市的基本上 那现在这个7度项目又要增加 我是一名文化企业的员工 他们当选全国人代代表时 不过20出逃 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嘛 当时其实是非常懵的 还是挺慌张的吧 打个比方啊 那18年明天干货 今天晚上我紧张地睡不着啊 虽然年轻 但大家还是很有想法 那你今年带来了什么议案 是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 促进经济体育后面 人家培养的建议 引导学生从心地里接受去享受体育 通过就是一些考试的改革 然后增加它的一些专业性 是关于普及和低管 国产二加供给癌疫苗 是给女性自愿免费接种的建议 可以说这五年来的建议吧 都是为了这个农民工群体啊 和建筑行业来发生的 我希望为他们带来 这个医疗保障也好 职与教育入学也好 包括社会地位的认可也好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和改变 听到你这么说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就是 这种去改变我们国家 让他变得更好的这种勇气 现在有更多的农民工 有机会 有这个平台 去参加这个平台 我现在已经处在一个 能被大家看到的状态 然后也这么多位基层的 就是大家 还在奋斗的体育人发生 然后能够改变现在体育现状 我在2020年和2021年 连续两年都提交了 有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建议 那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 家庭教育促定法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 你知道Z世代吗 不知道 对对对 说实话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 还是一名Z世代 叫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有超越自我 改变世界的勇气 我现在已经走出会场了 外面阳光正好 小时候长辈们总说 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现在我们这群小太阳 已经开始发光了